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吗 如果坚决的肯定的回答的话 是的必然的 这个问题我想让大家扩展一下思路来思考 其实你所理解的受苦是什么 从严格的意义来讲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 无论基督徒非基督徒 受苦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当然不一定是你一出生 就到此为止每时每刻都在受苦 但是我们人生当中受苦是必然的 这个必然有好多原因 第一就是因为罪的缘故 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自己也折磨自己 我们看别人不顺眼 别人好好的我们看不顺眼 我自己就因着我自己的罪我受苦 为因着自己的过犯受苦 还有就是因着别人的过犯 别人的罪 然后别人无缘无故的伤害到我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友谊和夫妻之间 其实两个人都不是故意的 但是彼此都很辛苦 为什么彼此都是有一些不完全和罪的缘故 那基督徒为什么说受苦是必然的 第一基于一般的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世界本身它就不是清洁的 这个世界本身就不是平平安安 真空的理想的 不可能发生各种伤害我们的事情 再有一点 特别是加尔牧师在第三卷的时候 谈到了基督徒生活的时候 要默想未来 其中就谈到了受苦与我们有益的 上帝基于他特别的护理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智慧的去安排一些苦难 我们是用这种方法 其实很多苦难是我们自作自受 什么意思 不是我自作自受 就是人类自作自受 总之都是 你不能总想着上帝喜欢折磨我们 故意让我们受苦 我们本来好好幸福的人生 马上就要奔小康了 让他这一脚都把我们精心包的脚子都打翻在地 不要那样想上帝 好像我们一副无辜的样子 好像原本我们就会很幸福的样子 原本我们是幸福 是基于上帝让我们幸福 对不对 我们如今落到这个地步 是因为我们咎由自取 我们的祖先犯了罪 我们祖祖代代都犯罪 每一个生在这个地上的人 谁敢说这个地上的苦难 没有我的一份呢 我都成为别人的苦难 对不对 因着我自己的无知 我的愚昧 我一定会给别人带来苦难 我成为别人的麻烦 不要总一副无辜的样子 好像别人总麻烦我 然后我就是天下最可怜 是无缘无故受苦的 不是的 因为我们是处在最光景下 在整个世界都被污染的情况 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救我们 脱离罪和罪的刑罚的时候 即便被重生的 即便被赦免的 拥有有生祝福的这样的神的儿女 上帝也会让我们受苦 旧约仔细读 耶和华要成为野精的人 坐下要熬炼他的百姓 耶和华是漂泊人 要坐下 你听这些小描述 他没有一点是舒服的 都是很痛苦的是吧 上帝要熬炼人行 顶为炼银 卢为炼金 唯有耶和华熬炼人行 哪一个暗示了我们可以敬畏神的人 舒舒服服的 从旧约到新约 你发现旧约 亚伯拉罕他的日子好过吗 他的日子也不好过 对不对 不断的搬迁 以赛一样 不断的被别人欺负 然后紧 添了又挖 挖了又添的 是不是 生了两个儿子又不省心 两个儿子互相打打杀杀的 杀了哪个也都是自己的儿子 亚各就不用说了 亚各他自己就那个毛病嘛 上帝如果不让他吃点苦头 他总觉得他自己天下第一聪明 是吧 遇到了一个比他舅舅 比他更聪明的舅舅 双眼号聪明 那就是以恶报恶白 可被他舅舅熟识的 老老实实的 上帝如果不怜悯他 纪念他 让他平平安从他舅舅手中出来 回来 再保守他回到家乡的话 不然的话 他怎么可能安然的那样平安呢 那他哥哥呢 是吧 上帝化解了他哥哥的愤怒 接纳了他 虽然后来他俩没有住在一起 这也是好的事情嘛 等等 总之神的百姓从旧约到新约 新约一样 你看看我们的主耶稣 他没有任何的罪 但是他在地上 当然他故 他是担负我们的罪 他为义的缘故 他受苦 人无缘无故去讥笑他 他无缘无故 因着他正直的去指责别人的罪 别人就恨他 甚至无缘无故的把他定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这样 使徒保罗也讲到 反境前度日的都要如此 在今世要受逼迫 我们的保罗的教导也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根据基督的教导 基督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 但是你们要放心 我已经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然后临终之前的祷告也是 世人如果你们属这个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正因为你们不属这个世界 所以恨你们 他们先恨了我 所以恨你们 因为你们是属我的吗 无数这样的教导 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读不到呢 我刚信主就是被圣灵光照之后 读圣经的时候 其实上帝就带领我 看到了很多基督教信仰的一些精髓 什么叫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信仰从来不是什么 病得医治平平安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那都是鬼话 那都是人自己幻想出来的 异教的精神融入到基督教里面 异乡情愿 仔细读圣经 那些真正的信心 都是在火中 深水中经过试炼出来的 当然有试炼还有试探 这两种 一种是烈火 一种是温水 烈火熬炼我们 除去我们渣子 温水是试炼我们 所以我们所说的威逼和利诱 要么就砍你的头 吓你 恐吓你 要么就诱惑你 我歇 撒旦这两个都用 是不是 有的时代呢 他用威胁 有的时代呢 像中国呢 是威胁和威逼和利诱都有 要么就奖金没了 下岗或者说孩子的这个大学的名额限制 考大学还得看你的这个思想 家庭背景成分 所以你自己家里是传到人 被抓进派出所抓了几次 你孩子以后上大学可能都讲 那你到底要不要传 哪个父母不心疼孩子的前途 这就是为一手逼迫 在现实当中就这样存在 但是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就是 无声无息的诱惑 在你顺利横通的时候 工资也涨一切顺利的时候 正开心的时候 你渐渐的你自己里面腐化 你对上帝开始不爱了 爱世界了 你开始体贴自己了 心疼 怕这个怕那个了 不需要打倒你 你自己已经趴下了 为什么 你已经避开所有的危险 凡是对自己舒适 自己喜欢的 你都去做 任何让你付代价 感觉到辛苦的脑袋疼的 你都不去做 主日的时候 来了远方亲亲和朋友 来看你 哎呀 这个小学同学 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 好久没见了 20年没见了 好吧 请去吃馆子 人家就礼拜天来 然后下午就走了 那你就今天就跟耶稣说拜拜 这个我请个假 今天朋友来了 那你反正一辈子有无数次的礼拜 也不差这一次 那你就去了 这不就是一件一件的妥协吗 渐渐的把你拉 让你心里面对上帝的敬畏和爱丧失 所以 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吗 这个背后可能还存在着很多 没说出来的问题 总之呢 爱敬畏主的人 敬畏神的人 苦难的心智 受苦的心智要必备的 彼得告诉我们的 要常备 这种受苦的心智 不然的话 一定会落入到试探里面 所以是苦难呢 加尔文牧师解释 苦难是激励 刺激神的百姓 断开神的百姓 对今世奢望 痴迷的最好的良药 娶了不贤惠的妻子吗 天天折磨你的妻子吗 感谢主 是让你知道 地上的家庭 永远不是我们 所有真正满足的地方 所以那些受妻子折磨的人 当然也有受丈夫折磨的人 让他们目光放在真正的天上的家 地上如果太舒适 人都把目光放在地上 人的本性就是下沉的 被地心吸引的 所有的心思都在地上 眼见的 那个看不见的对我们来说 向来是不安的 不确定的 但是上帝却借着苦难 激励我们 刺激我们 让我们对今天看见的 这个虚幻的世界 丧失奢望 让我们去开始操练 注目上帝天上的这个盼望 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 基督教历史当中 凡是在患难的时候 教会灵性就复兴 末世论就强 大家都对基督再来 主啊 愿你再来 马拉那他 主啊愿你快来 这种盼望越火热 越是舒适的时候 繁荣盛世的时候 挪亚的时代 人们正吃喝嫁娶的时候 谁关心挪亚在讲什么 造不造船呢 觉得挪亚是不食食物 不懂得赚钱 浪费时间 做那些没有用的事情 是吧 耶稣的时代也是那样 耶稣讲挪亚 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这样 那今天的中国 岂不是也是这样吗 那你是属于哪一伙的 是挪亚的 还是那个的 苦难是对基督徒的保守 多吃点苦 可以帮我们 切除我们里面那些毒瘤 切除那些贪婪 那些留恋 那些执着 让我们真正定睛 那个不朽坏的 不要问受苦必不必然 感谢主上天让我们受苦 那些不让我们受苦的 反而我们要思想 因为我知道这个道理 凡进前度日的 必要受逼迫 后来我因为当了传道人 这个我也工作过 当然懂得人情世故了 到了教会也是 人们都都说我好 有一个姐妹说 人都说你好的事 你要小心了 那句话是垂行了我 我也喜欢那句话 她又跟我说了一遍 我当然知道啥意思了 后来就发现 为什么教会里面 人都说我好 一定我是八面玲珑 做人太会做了 不够诚实 不够正直 错 对的就是对 错的就是错 你什么事情都处理 那么圆滑 当然大家都说你好了 后来我就悔改 主啊 我今天这么舒服 一定我是妥协了 有妥协的地方 所以圣经的话是真实的 所以一定要留意 没有苦难 也不必要非得去求苦难 可能我们还婴孩 某一段时间上 让我们上帝 让我们喘息一下 恢复一下 但是当你的信仰成长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给你苦难 没有一个孩子 不经历苦难 可以长得成长的 没有一个人 不经过人生的挫折 就变得成熟老恋的 谁没被骗过 没被坑过 没被伤过 然后心灵才变得强大 才变得智慧 才懂得一些事情 基督徒的信仰也一样 在那种温室里面的话 肯定不会健康的 自然界都告诉我们那样 那些茁壮的 坚壮挺拔的那些松树 在那个悬崖峭壁上 他经历的风雨 雷电 摇汗 那种艰难的情况下 他才有那个身形 所以所有的一样 所有的自然界都是告诉我们那样 那些随随便便得来的 你也不会珍惜 价值也不会 也不会有很高的价值 那些经过艰辛熬炼 数量又少又精的那样的 才有价值 什么钻石啊 什么黄金啊 历练的时候 那些杂志被炼 炼了很多遍才对纯净嘛 所以苦难从堕落 从罪论来讲 还是从旧恩论来讲 旧恩论就成圣了 都有神的美好的意义啊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 一个人不可能 一生没有苦难啊 基督徒的苦难更有意义啊 当然要避免彼得 书信里面所说的 因着自己的罪 受苦能忍耐 那个没有什么称赞的 因着做基督徒受苦 这是可称赞的啊 要时常以受苦的心智 要想尊心神的话 不可能不负代价 当你真正去认真 尊心神的话 一定会遇到输血气的人 恨上帝的人恨你 爱上帝的人爱你 一个人不可能全天上的都爱 爱上帝的人爱你 恨上帝的人一定会恨你的啊 这是属灵的规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